好,我會帶嗎? 我要取代 代用什麼? 第一名我先個名 疫情期間不少民眾收入銳減 面臨生活難關 國民黨號召全台餐飲業 響應代用餐活動 提供免費餐點 為民眾加油打氣 台北市議員陳冰甫 和大統區婦女會 也攜手在地愛心店家 持續響應計畫 發出愛心便當 自從我們的獎王委員 推起了愛心代用餐之後 也讓許多 在心裡面充滿愛心 卻不知道如何盡一份心力的人 找到了一個方向 一個做法 所以我想全省各地 非常愛心的人 都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然後大家盡一點自己的力量 同時也協助了許多的這些店家 來幫助到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每次看新聞都是很難過 所以我就發起 我就跟我們那個陳冰甫議員 商量說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做這個 代用餐 這個愛心餐 給那些需要的人 我們救急不救窮 那就是做做看 那給他們至少擁有一餐吃 疫情帶來不少衝擊 但社會處處充滿團結與愛 除了其心抗議外 店家的援助 也讓愛心源源不絕 老人還是我們的孩子 在又面對這個暑假的過程中 可能連營養午餐都沒有著落 所以我們秉府議員 還有婦女會這邊 就發動了代用餐 這樣的一種構想和活動 那胡須章也秉持著 把愛傳出去 滷肉飯的門市 就是把愛傳出去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來共襄盛舉 網路上我看到那個 有單親媽媽帶著小朋友來台北 取用愛心餐 然後才覺得說 我們還有能力的話 就是想幫忙一下這樣的 這樣的人 對 就是有能力就幫忙 代用餐活動 凝聚各界善心力量 包括地方黨部 民眾服務站 一同募集資源 照顧需要的人 也照顧店家 民眾若有需要 也可以透過 數位黨部APP 瀏覽愛心代用餐地圖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